我用迪迪艾罗根 我用迪迦奥特曼 大风车怎么样 怎么要打这么久 还不回首 迪迦火星 你厉害 我给你大母哥 大家好呀 今天又来看 灵动整形活了 关注已久的奥特曼掌声擂台 终于到手 废话不多说 迅速拆合 内容物非常简单 奥特曼或者怪兽一个 决斗团一个 以及一张说明书 说明书有着非常详细的玩法介绍 以及这次掌上擂台的版本 分为盲盒款和名盒套装款两种 另一面是介绍进行玩法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研究一下 至于我吗 肯定是直接上手了 第一盒是被老黑 有一说一灵动 每一次都能整出 这么独特的身材 从不走还原路线 且还挺好看 实属不义给你大母哥 决斗盘上面有计分拨盘 涂装是没有 都是成型色 人偶的手臂 手掌以及特效件 都是用软胶材料 这里要给个好评 毕竟定位是儿童玩具 软胶可以避免在激烈对战中 无伤玩家起到保护作用 来 一口气把九款都看完 全套一共八个普通款 四个隐藏 以及一个大隐藏 端盒应该是九款不重复 自带一款隐藏 这次抽到的是 德凯奥特曼强净形 奥特曼的胸甲都是平面涂装 少了立体刻线 有点可惜 背后偷色是儿童玩具的 常规操作 这里要重点表扬一下 三款怪兽 做得明显比奥特曼好得多 哥莫拉的尾巴还有可动 哥儿子的细节一点都不含糊 总结一下 这次的奥特曼掌声擂台 真是趣味性十足 不仅可以对战玩乐 还能当个不错的小改剑 最喜欢的还是三款怪兽 细节有刻画 个人评价是一次好活